我們看一下這個預算法第28條的規定 28條它規定它講說 它說你這個主計機關也好 審計機關也好 你應該在籌劃你一邊概算之前 要怎麼樣子呢 要審計機關呢 時間點 第一個是時間點嘛 第二個是講說你審計機關呢 要把以前預算執行的有關資料 然後還有你的不管是財務上面增進效能 或者是減少不經濟支出的建議 要給相關單位 給了沒有 給行政院給了沒有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問題 給了沒有就好了 給了沒有 都給了 都給了 都給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預算 我們的經費不管是編列也好 或者是預算的執行也好 有沒有浮爛的情形 有還是沒有 有還是沒有浮爛的情形 我還是沒有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是 有沒有浮爛的情形 以你獨立機關 以你沒有失職的前提之下 有浮爛還是沒有浮爛 有沒有浮爛請回答我的問題 有浮爛 謝謝你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國債 尤其我們在看到 這個一年期以上未償債務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九十年度的時候 九十年度的時候 我們是只有兩兆多 到了一百一十二年的時候 變成了六兆多 三倍 您剛才回答 您剛承認說的確是有浮爛的情形 好 我們的數據也驗證 它的確是有浮爛的情形 該不該改進 沈機長 當然這個是國家的財政有意很重要 該改進 好 那你跟行政單位做了什麼樣的建議 它該改進 這個部分我們也有提出我們的審計意見 不是 你做了什麼樣的建議嗎 你有提出審計意見是一個形容詞 你這個債務一直往上飆 往上升 跟誰說了 跟行政院 跟行政院說了 行政院跟財政部也說了 但是行政院也不管你 財政部也不管你是這樣子 他們都有答悟他們會來努力 他們會努力 所以所有的事情 以後法律的規定的部分 今天老百姓有違反任何法律的規定的時候 他只要告訴執法的單隊說 他努力就好 他不需要守法 他只要努力去改進就好了嗎 他當然要是在法的範圍裡面 要守法嘛 對不對 謝謝沈記長 這個很重要 我們先從衛福部開始 好了 好不好 或者我們先從農委會 我們從農委會比較簡單 從農委會的部分 我們看到農委會在109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糾正他 有啊 對不對 農委會當時呢 在前一陣子我還特別 到農委會 我問他 我問陳吉仲 我問他說 你這個問題 這個解決了沒有 已經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然後呢 他跟你說 他跟我說 他說呢 你 他還在跟審計部這邊說明 審計長 是所有的不合法的事項 只要持續的跟審計部說 然後就可以不要解決嗎 沒有 我們把它檢定了他的那個實現是 那為什麼 兩千六百四十萬的大內宣的費用 他只要跟你說 然後呢 就擺在那邊不動 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沒給他和銷 對 你沒給他和銷 不是 不是沒有給他和銷就是英雄啦 是不是 你沒給他和銷 自己以前在這裡 那 等到接手的人 誰去接他的位子的 那人是不是很衰啊 我們是希望他 能夠在國家的 你有沒有要求他 在什麼時候之前一定要解決 我們會來要求 不是會 你不能老是 因為我不是審計長 你不能每一次到我講了之後 你就就會要求 謝謝 謝謝委員督促 對什麼時候 你會給他的期限到什麼時候 今年的結算 我們在辦 我們會對這個111 會辦專案調查 專案調查完以後 我們會提出損額意見 好 已經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在民事上面的時候 有時候人家兩年 就沒有請求時效啦 對不對 所以你兩年沒有去做 沒有讓這個問題 徹底解決的話 不僅僅對接手的行政官員不公平 對全民也不公平 而且 你會讓行政單位有一個錯覺 就是 他只要想做什麼 他就去做 反正呢 你審計單位 你其他的行政部門 也拿他無可待合 這個錯誤的訊息好不好呢 我們要他醫療行政不好 這個是不好的錯誤 好 我們看了農委會之後 我們回來看看衛福部 衛福部呢 原來今年在八月的時候呢 你點出來 你說他有五大缺失 十月份的時候 你到財委會報告的時候 他有八個弊端 要改正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在十月三十一號呢 因為財委會做了一個決議 要求審計部要查嘛 對不對 審議長你記得嘛 對不對 可是 對 雖然我提議啦 但財委會過了嘛 對不對 你查出來的結果呢 是講說 他的缺失都已經改善 真的嗎 是這樣的 不是 你說他的缺失 你本來不管是五大缺失也好 八大缺失也好 你說他的缺失都改善了 我現在要請教你的是 這個是事實 還是不是事實 他回應通通要改善 他回應要改善 跟他改善是兩回事喔 我們會 對不對 你現在哪一個行政官員 哪一個行政官員 他的回答都是他會啊 連薛瑞元 薛部長 他在國會殿堂裡面 他居然還講說 只要是法律規定的 只要是行政單位做的 他就是合憲合法 是這樣子嗎 審議長 我們還是要看法令的規定 答應通過法令的規定是怎麼樣 跟實際上面他的行為嘛 你就我們想拿農委會來講的話 以農委會大內宣的部分 2640萬的部分 他花了 就表示他合法嗎 讓我們已經有不合規定 他是不是合法 不合規定他是不是合法 那個因為不合規定已經啊 有沒有合法嘛 你現在這麼心虛 沒有合法 對對不對 所以行政單位 之所以今天要審計機關出來 或者其他機關 就是要確認行政單位 是不是真的有按照我們憲法的規定 依法行政嘛 並不是行政官員做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合法 那當他做的全部都合法 合憲的話 還要你審計部門幹什麼 還要監察院幹什麼 還要司法院幹什麼 對不對 對 對很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主題 你在10月31號 你在提出給財委會的報告的時候 你講說衛福部呢 他已經缺失都已經改善 你的本意 如果是今天你來回答的 我聽你的本意 並不是他已經改善 而是說他承諾他要改善 是不是 是 那你給他改善的時間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一般查了 多久 一年我們會追蹤他 下一年度我們就會追蹤 那你農委會兩年你都沒有 你持續追蹤他還是不改 好我的下一個問題呢 其實太多問題 因為我為什麼問你這樣的問題 我就說 黑箱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解決了嗎 衛福部的黑箱解決了嗎 解決了沒有 黑箱的問題 解決了沒有 他已經 解決了沒有 目前他還沒有公佈 對還沒解決嘛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你上次跟我講說 你之所以要保密30年 是衛福部要求的 那個部長打你臉啊 薛部長打你臉 在螢幕上面有他的回答 他說他沒有啊 他從來沒告訴你他要保密30年 在總質詢的 在這個場地裡面 蘇院長還提到的說 保存跟保密是不一樣 他沒有要保密30年 是保存30年 所以神記長您是不是誤會了 他沒有告訴我 但是我從他的公園 這個是立法院的公報 OK 立法院的公報 他直接打你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調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 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然後 Greater桃風味酸甜好喝